很多老兵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装弹侠的时候 喜欢往头盔敲一下再用 如果退一特种兵去打劫银行会有什么不同 一个字形容暴力 打残银行经理震慑全场 制服强出头的保安控制局面 随即丢下一个蓝牙音响 通过智能手表控制每个阶段播放的路面 这就区别普通的抢劫提高了效率 所有人都乖乖地拿出手机放在自己的面前 位员按照音响的提示 打开抽屉 两个巡视 另外两个则往麻袋里塞浅 散落的美元也顾不上再捡起来 就往外边跑 整个过程四名劫匪都没有伤一个人性命 没想到最后离开的时候 一名劫匪对着摄像机枪杀了精灵 第一批警察25分钟才到 就是因为劫匪安置了炸弹 录音里的恐吓让他们不敢在15分钟内报警 实际上 这只是个汽车音响 还在联邦探员一头雾水的时候 这帮劫匪再次出手 他们这次不是劫财 而是一袋文件 文件放在了安全保险箱的房间里 通过威胁这家银行的一个领班 让林班听从自己的遥控指挥 不然他的一家老小 不会再见到第二天的日出 暴风雨掩盖不了林班内心的狂躁 深吸一口气 假装淡定推开玻璃门 林班说要请客让大家都到隔壁 这样一个人就好动手打开保险柜的大门 按照提示打开了指定的保险箱 这时一个身材哇塞的女同事走了进来 转头看到四个蒙面人 第一反应要按下警铃 领班上前及时阻止了他 同样的抢劫手法 迅速拿走了文件 看到岌岌可危的保安 一个劫匪撕下他的衣服 让一个女职员按住他的伤口 转身离去 这家的银行经理悠闲的开车刚到门口 莫名其妙地被一枚震撼弹阵的执迷 随后被拖下车 但他看到一枚子弹知道自己命不久已 连续两天的大劫案 这让联邦调查局头痛不已 劫匪全程戴着面具 一句话都没有说 唯一留下的证据 就是第二次留下的一枚子弹 和第一次杀人留下的弹壳 上面的指纹都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退役特种兵杰克逊 但是杰克逊早就因为战场叛变罪名 在六年前就被击毙了 连尸体都没能带回国 通过对劫匪挟持的小领班舍问 知道小领班的确是被迫佩服了 他告诉FBL 休伯特的国家银行有三千多家分行 他一家都没有去过 唯独对自己所在这家小银行情有独钟 每天都会在下班之后来光顾 可见那份被盗的文件 比被劫持的三百万美金更加重要 又是暴雨的一天 银行的两位经理下葬 联邦探员突然发现 休伯特也出现在葬礼现场 难不成大劫案的背后 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四名劫匪闯入一家银行 搭监示意后方安全 进门先是查看死角 然后再和队伍会合 这种严密的走位一看就是老练的特种病 他们此次来不是劫财 而是要取走银行BOSS人头 二楼是办公区 没有人来人往 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行踪暴雨 第二个可以高处锁定BOSS休伯特 来一个从天而降的俯冲袭击 在全球拥有三千多家银行的休伯特 身边都是保镖随形 联邦探员老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为求自保劫匪劫持了一名保安 射川脸侠自己也被老白击中 这些劫匪哥哥伸手不凡 休伯特被打得四处逃窜 胡子哥挡在休伯特身前 面对凶残的劫匪他犹豫了 毕竟命比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重要 休伯特侧身看着这些亡命之徒 不知道他们为何要杀自己 就在胡子哥放下武器的时候 被另外一个劫匪一枪毙命 劫匪和银行老板肯定有深仇大恨 两边又形成了对峙状态 劫匪迟迟不敢开枪 显然老白手里的劫匪就是他们的老大 最终两边同时放人 劫匪也撤出了银行 事后 从被打死的劫匪身上没有查出任何线索 联邦探员猜测只有军队才能把身份藏得这么深 几天后 劫匪把抢劫来的文件交到了老白的手中 揭发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多年前一个特种小队接到上级命令 除掉一个犯罪集团 看到他们杀的竟然是一群大学生 这群学生里就有一个是休伯特的亲弟 到了法定年龄他就会继承家业 可想而知休伯特的手段之残忍 就在这些特种兵犯迷糊的时候 被另外一群特种兵反杀 只剩下一个人活了下来 就在抢劫案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时 休伯特已经准备跑路 老白从休伯特的三条逃生路线中锁定最有可能的一个 但是当小白和壮汉赶到顶楼时 休伯特已经乘着直升机带走了千万美金 老白出现时只看到了受伤的壮汉 数月后 查到休伯特出现在墨西哥 老白孤身一人追到这里 看到之前的助理小白 他早已知道之前抢劫银行的劫匪头目就是他 他就是当时命案中唯一活下来的特种敌 现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休伯特 才能让希瑞的战友死得瞑目 但是老白不会让他这么去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 我是大海观影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